同學來了 百看不厭 不想漏掉最精采的內容 請用了訂閱加按讚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開開開開開開開 好了 同學來了 創業賺錢看這裡 達人成功秘訣 喜歡上創業的時候 是因為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賣慘寶寶 塞在這個 太神奇了 怎麼會這樣塞啊 這真的很重要耶 看那個安心亞的照片 都開得很漂亮對不對 喂 真的… 你不要動 有苦說不出 藝人莊業壓力大 趴了就是 最後我真的氣到整家店就送他們 結果賺錢可能是股東跟她一起分 可是有問題 名字絕對會是只有我們出現在板面上 沒錯 我不是在說明 我怎麼看到他們牌上很多箭 錢好能賺喔 我想要就是當老闆 同學來了 同學來了 唉唷 你以為在比愛心但是在比錢 比錢 比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對 但是呢 我們面臨到了這個新冠肺炎 這個挑戰之後呢 很多的這個各行各業 哀魂騙錢 其實很多店都在這一波都倒掉了 對啊 沖擊很多產業 但是我們一定要這樣想 危機就是轉機 很多人在後疫情時代 唉唷 又找到了賺錢的機會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今天現在在看什麼賺外快 這個現階段到底適不適合創業 會不會這個時候反而很適合創業呢 我們今天起來五位 算是這個成功人士 跟我們一起分享討論一下好嗎 曾經電歡迎我們了 吳俊彥歡迎 歡迎 兩位 我們潔佩恩 美鳳姐 我們阿松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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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今天可以跟他們多學習啊對不對 對啊 他們是各有各個不同的領域對不對 對不對 來看一下嘛 像有人是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的是 是藝人 然後也有自己的一家髮廊 也有自己的一家公關公司 然後現在在執行一個 寵物的遠端視訊諮詢的一個APP 好滿好 職業技能是 對 上游很重要 因為如果上 因為訊息嘛 因為現在資訊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訊息來的 接收得快 商機就比較容易找得到 對 現在資訊就是賺錢的機會 對 資訊就是賺錢的機會 好 妳看 接下來佩恩姐我們看一下妳 幾歲就算到人生第一桶金 很老耶 幾歲 三…三十吧 三十歲的時候 對 三十才就這樣 我比較晚出社會 這個是要猜 讓我來看看鮪魚 鮪魚21歲就賺到 鮪魚21歲 鮪魚21歲 21歲 21歲就要第一桶金 所以才要應該跟 對 才要應該跟這些人學習 我有點晚 沒有 沒客氣… 可是妳31歲就千萬 32歲就一啦 妳講 不是 我又不是納豆 我沒有 我沒有 一定要講得厲害一點 對 那時候是投資餐飲 後來都是從事跟餐飲相關 也就是因為創業我還就是 推掉戲 然後去專門做這件事 對 天啊 是必要的 對 好 我們看阿松 阿松 鬆包子 21歲 30歲 7歲 看看我 我很早出社會 退伍就進去工作了 35歲 比較晚耶 比較晚 比較晚 大家現在很厲害 但他現在破譯… 每個月 我們其實因為工作的型態不一樣 我一開始是做幕後工作人員 就是你知道嗎 對 一直到配音之後 才開始累積我的人生第一桶金 對 現在配音很貴 我跟你講 真的喔 不會啦… 比那個豆哥演戲便宜一些 豆哥演戲 配OS 你配OS我們是演戲也不一樣 我們是包一個set 不一樣 OK啦…對不對 你看 你包子專賣店 賣得非常好 還可以… 我們現在就是八家分店 對啊 而且 開心… 我們就是 職業技能是店面活招牌 叫賣 你直接在店就可以叫賣 對…我的聲音一講話 人家站在門口 本來沒有餓 聽到就餓了 就流口水了 電視都很高了 你看看我們這個肉包 只剖開那個香氣 真的好香啊 真的 好厲害喔 這個聲音太熟識了 就想吃了 真的餓啦 所以這目前為止是我們最 最擅長的啦 就是我跟我的合伙人 講得很清楚 我就是負責行銷 他就是負責鹽巴 負責店面 負責營運 對 對 帳要看清楚 對…帳要看清楚 對…帳要看清楚 空總呢 你幾歲最大的車第一同級 我是在21歲… 21歲的時候 21歲的時候 好厲害喔 你這麼年輕喔 幫我叫車我先走好了 那我跟妳一起 不會 跟他學啊 他真的 他很出名耶 對 我是到現在還是在做 全職操盤 操盤 以前是會比較追求高風險的 現在的話 心臟沒那麼大顆了 因為以前已經點擊到一個 部位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去追求 對 穩定一點 對… 就是追求穩定的獲利這樣 等一下可以教我們一些技能 對不對 好 Nana我們來看一下您的情況 嗨 大家好 你好 我現在23歲 出到年輕… 對 電商 對 大家都叫我 真的 Nana 我在大三就開始創業 對 大三那時候還是 雅虎拍賣的年代 對 然後到現在自家官網 從0到1萬 1到10萬 然後10到百 百到千 對 還沒…還在追求 下一步 下一步 你不要害我被鬼稅局查賬 對… 這個我也有經驗可以跟你們聊 對… 你可以跟大陸 有經驗多 你可以 說有人錯你都犯過 對啊 好… 對 我趕快開一趕課好不好 重點是呢 這邊都是我們蠻成功的人 但是我們這邊的同學們 其實也有他們賺錢的一件方法 來 比如說第一個是 都是錢 賴群幫找物 這個是誰 誰可以 穩穩 對 我的朋友 他就是在Line創了一個群組 那裡面就有可能一兩百個婆婆媽媽 他可能 比如說我今天就說 我最近天氣很冷 我想要有一台暖爐 他就會幫忙上網查 去看CP值最高 並不是說價格一定要最便宜 但是可能是CP值最高的 他就介紹給 就是介紹給我 轉賣去賺那個茶價 對 有這種 這樣茶價大概可以賺多少呢 多還是少 我覺得是看他個人 就是他可能可以賺個幾百塊 他就是以量取勝 就是這樣子一點點一點點 累積這樣子 這種Line的群組真的比較小看 因為像我們那種朋友做那種電視 類似電商或是Line群組 他一包肉乾可能賺你100塊而已 他一個晚上賣了1萬包 1萬包 你看他做多少錢 爽 對啊 很可怕的事情 累積起來就很多了嘛 對不對 子柔 就是 你們知道嗎 手遊幾乎大家平常工作 或上完課都會在玩 很多人都會把很多精力放在上面 有時候自己比較忙沒時間的時候 就想要一些特殊裝備 或累積經驗要升等 就是感覺很厲害這種 就自己可是沒有時間 就會請別人幫忙代打 所以這時候代打手 就可以用這個機會 去幫別人打遊戲 像我有一個電競朋友 他很喜歡打遊戲 而且也有一定的程度 他代打的時候 他就是 很難嗎 天欸 對 他只是運用他自己 自己的時間 就是他沒事的時間 就方便打遊戲 就是那種low啊 傳說對決 就是他的那個勝率就會提高 或者是一些裝備之類的 裝備像什麼天堂M 什麼 但其實滿多遊戲都有這樣子 對不對 好 接下來看一下還有什麼 賺錢的方法 網路評測員 這也能賺錢 對 我在一間澳洲的網路公司 當他的網路評測員 就是我只要在 電腦或手機上面工作就可以了 他在全世界 這家公司在全世界各的地方 都有網路評測員 我們做什麼工作呢 像是你們平常搜尋Google 下面會跑出來廣告 你們有沒有覺得就是近幾年 那個廣告越下越準 就你只要搜尋過什麼 對 就是因為 每天都有像我這樣的評測員 會看你們搜尋了什麼東西 好高級 所以你看得到我 就看得到我們搜尋什麼 我不會知道是誰搜尋 但是他會 就是我可以看得到說 他搜尋為什麼關鍵字 我來看他下面的跑出來廣告 準不準確 替他這個跑出來廣告打分數 現在大家都開玩笑說 我的手機是不是偷聽我講 對 我都覺得很難聽 對 我完全都知道 你只要在網路上面滑過什麼 或是你查詢過什麼 他會記住 或者甚至是你在社群網站上面 你停留在一個廣告上面久一點 他就會知道說 你對那個東西有興趣 那怎麼分錢呢 一個小時 如果你工作快的話 可能是大概平均到500塊台幣左右 一個小時500 因為他其實蠻機械化的 就是 我就是看他是什麼 OK 把他歸類 快速的回報說這個有什麼問題 好比說如果說他搜尋 喔 大家知道蒼井空是誰對不對 老年人 對 老師 藝人前輩 對 如果他搜尋蒼井空 跑出來日文家教廣告 那我就會把它標記為說 有 有相關但是不準確 然後再快速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那當這個要有什麼條件嗎 主要就是要 你可以很快的閱讀英文 因為他整個網站 還有整個公司 都是用英文運作的 現在講了這麼多 就是在講出來英文運作 他英文很好 對 對 三六萬的公司 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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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要用音樂 因為如果你英文閱讀速度慢的話 那浪費的是你的時間 因為它是以量計價的 所以你看越快 你就賺越快 對 網路真的好厲害 真的 現在好多新興行業 好 接下來 人力銀行APP打工任務 這是什麼 現在有些人力銀行的APP上面 都有那種打工小任務 就是像比如說他會雇人 幫忙組裝傢俱 然後幫忙跑退 幫忙搶票 都是一些很簡單 然後都一次性的任務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接過一次任務是 有人付300塊 然後要找人陪看 鬼滅之刃的電影 然後看你不用 對 你不用自己付電影票錢 然後又有可以賺到300塊 就是一種不賺白不賺的 所以這樣不算陪油嗎 對啊 陪油 對啊 那如果我吃晚飯我想要有人陪你 陪油 好像有這個 好像我陪吃飯的這種 最近有一個APP是 就是講一起吃飯的 喔 一起吃飯吧這樣子 對 一起吃飯吧 沒有 不是一起吃飯 一起吃飯吧 我最近在臉書上 有看到一個發文分享是 廢物 就是可以送一個廢物段 譬如說你今天文文要離婚了 我陪你去離婚 但他站在旁邊什麼都不用做 我就看著你離婚 你就覺得我旁邊有一個人 我比較安心的感覺 好可憐 有 這是有上新聞的喔 2017年有一個男生在日本 他在東京他做了這個工作 他這個工作不但做到非常好 他還出不出 對 他的工作就是 專門的閒人 閒人自己陪人 他有陪人家去抓狗的 離婚的 對 他也有陪人家去 譬如說他被壞掉 他只是陪著他去幫忙收拾東西 他也不用收 他就在旁邊就好 陪啦 就陪 因為這個 這個他原本是一個上班族 有一天他就覺得說 上這個班 他上的話覺得沒意思 他跟他老婆商量之後 老婆鼓勵他說 你不不然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他就創了一個APP 就是跟人家就這樣陪 一開始是不收錢的喔 他只是就陪 比如說他遛狗 他就陪他六狗 到後來因為這個案子太多了 就要開始變得說 著收1萬塊日幣 後來反而出書 然後成為一個名人 還拍廣告 還拍一個藝人 專業閒準 對 以前都想不到 真的 接下來看看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拍美照月出200美金喔 誰 誰 Jason What 你嗎 拍美照 拍美照是拍你自己嗎 拍美照 就是因為我在印尼的朋友 他今天很會拍照 我給你看他拍的東西這樣子 是這種類型 對 對 對 他拍的 文青 我拍各種照片這樣 這是你嗎 不是你 這個是我 就是可能 因為我們在印尼有很多 公司很需要那個照片 可能他會把他照片的作品 上傳那個APP 等到有一個公司 會買到他的照片的話 就是那個錢 會存在那個APP的帳號 就是可能一個照片喔 整個是15塊到20塊的美金耶 如果你的運氣很好的話 你的 你一個月可能會轉到 150到200美金耶 真的 他就拍這種 他除了要有專業 他也有點像藝術家嘛 對不對 人家大家很喜歡你的作品 我需要你的圖庫的照片 對 或者就真的去找你拍了 你就可以開始開架了 這個真的是蠻厲害的 對 要有技術啦 對 就想說這個很隨便拍而已 真的好莫名其樂在 調到這個不用了 不是啊 這個就是 真的就有人要買了是不是 他可能就是一個照片就是示範 就是說不要隨便拍喔 隨便拍喔 對啊 錯誤示範 錯誤示範 對 好 我們這邊的來賓們取經一下 雖然說大家現在是成功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勢必有一些辛苦的事情 我們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像我的話 我曾經遇過也是蠻年輕的 夥伴員工 大概23歲 然後那時候 他是來我們公司 擔任這個美術設計職嘛 然後結果 我看他每天精神都不計 後來被我發現他跑去當 男船 什麼意思 就是男生的傳播公關 就是陪客 對 流浪 天啊 然後這就算了 然後我就說 那你這樣精神狀態很糟糕的情況下 你可能不太適合上班 然後有一次他直接況缺三天 然後我後來我就說 你 我就要把你犯了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隔天我要拉公司資料 因為他在收東西 我發現我公司檔案 我怎麼崩潰到爆炸 所以那時候 這是一種 對 直接被刪光 然後那時候完了 我所有的東西合約什麼 其他公司資料都在裡面 然後所有進行到一半的案子 因為那個禮拜全暫停 後來我就說 我就 因為我們都有員工通緒錄嘛 然後我就直接把他摳過來 我說這件事我要報警了 那你最好是過來想辦法 怎麼解決跟解釋 結果那個23歲的男生 就拎著他一個乾媽 跟一個媽媽來我們公司 然後變成是我在跟他乾媽 還有他媽媽協調 我說因為我也很為難嘛 然後我說 基本上你把資料救回來 我就既往不救這樣子 我也不會去提告什麼 因為這孩子還年輕 我們也給他一個機會 結果花了很多時間 才把我資料一筆一筆這樣拉回來 順勢很多 天啊 他乾媽漂亮嗎 重要嗎 幹嘛 沒有啊 因為他說他是男公關 他的乾媽可能是 沒有...是真的乾媽 真的乾媽 他外面幾個乾媽我不知道 對 外面說不定很多乾媽 他搞不好可以跟別人說 阿姨我不想要努力了 對啊 唉唷 最近很流行這個 阿姨我真的不想努力了 阿姨我不想努力 阿姨可言可甜 對 所以這個第三條 就是員工被發展的 陸山全公司吃下去是鮪魚的 這個是鮪魚的 第一個 起步考害我差點賠光所有錢 這是誰發出的 空總 那時候我記得我 大學的時候是 玩當衝最瘋狂的時候 之後每次都玩那個 在大考的時候都會遇到大賠 我記得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在大考前我就下單 那檔股票到現在還印象很深刻 那檔股票叫世紀鋼 之後我下單之後 考完是賠了二十幾萬 另類存錢法 投資達人家裡都是錢 那我就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就是我喜歡把錢就是亂塞 塞到自己可以忘記 這樣突然找到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好 有娃娃裡面 對 塞在這個 有娃娃裡面有錢 這樣一疊 這樣一圈 好可惜 錢怎麼會這樣塞 就像東找西找十萬 對啊 像什麼時候 他現在還有需要打掃嗎 對啊 我現在還滿有空 我記得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在大考前我就下單 那檔股票到現在還印象很深刻 那檔股票叫世紀鋼 之後我下單之後 考完是賠了二十幾萬 當衝的部位當時 對 當衝的部位當時是兩百萬 後面考試我整個都沒辦法去考了 之後我想說 後面還有考試要面對 我就把它停損掉 當我把它停損掉 然後就順道 停損掉之後 下一個考試 他就彈回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 當衝最忌諱的就是說 你沒辦法盯盤的時候還去做 所以自從那時候之後 我就大考的時候 就不去考了 我不會爬成 我不會講你會下油 我不會扣 對 就盡量不要去考試 沒有… 沒有… 這不能亂教的 就是你一次做好一件事情 應該要講 那時候考試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碰當衝 盡量自己有空有辦法頂盤的時候 我再去做當衝這件事情 但是像你這樣子 比如說要做股票 其實要花很多的時間做功課 你像大概一天要花多少時間 在做這功課 在大學的時期比較誇張 我剛開始接觸股票的時候 是在 睜開眼睛就是股票 看開股票就是睡覺 就是扣除說所謂的睡覺時間 幾乎全部都在股票 所以那時候 忽略掉很多朋友的相處 還有家人的陪伴 還有女友的相處這樣 你知道最氣的是什麼嗎 最氣的就是 跟女朋友親熱完之後 第一件事情拿手機球 對 女生氣死 我跟你講 對不對 類似的沒有發生過 大概是這樣 天啊 不是 因為像我們那個 有一個同事叫鯨魚哥 鯨魚 對 鯨魚哥自從做股票之後 我們三國有時候出外籍 晚上可能會跟大家說 晚上我們出去吃東西 喝喝東西 我要做功課 真的喔 對 可是他 可是他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是買了兩台車 然後什麼什麼 真的喔 所以是 他蠻厲害的 他真的有把功課做到 就是真的賺到錢 蠻厲害的 厲害 好強喔 光有錢 但是失去了納豆這個 其實也可 現在還可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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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算了 納豆不能給他兩台車 對 對不起 但是空手聽說有這個 曾經為了要湊錢 然後居然在房間 可以湊到十萬塊是不是 這是一個算是蠻奇葩的故事 就是當時我下單一百萬 但是我手頭的部位沒有那麼多 我要改成融資 融資你們把它想成說 是可以跟券商借錢 不用花到自己全部的錢 對 融資嘛 對 當時他營業員忘記給我改 所以代表說 我要去湊起這個剩下的錢 我就東湊湊西湊湊 還剩下十萬 我就有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 我喜歡把錢就是亂塞 塞到自己可以忘記 所以我就在我的房間裡面就 去搜尋 大概是這樣的塞法可以看一下 怎麼樣… 有娃娃裡面 塞在這個衣服 塞在這個衣服裡面大概是這樣 這樣一圈裡面 太神奇了 你跟娃娃都沒在穿褲 他因為剛剛檢查嘛 記得上次看到這樣塞錢的 應該會是毒銷 毒銷 會這樣塞 就以前小時候 就是沒有純銀行的觀念 我以前就是紅包錢 會塞到枕頭底下就是這一種 還有甚至是零錢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 平平罐罐的東西可以放錢 像是布丁的那個盒子 我也會把它裝滿零錢 最誇張的是那種 50元的那種大罐子 我就把 因為我錢包很不喜歡 可以放零錢的錢包 就是故意把零錢 可以放進那裡面 就是養成這樣的習慣 從小到現在 OK 就像東早西早10萬 對啊 我說去你家的人就 對啊 他家什麼時候 他家還有需要打掃嗎 對啊 我現在還蠻有 那個也是存了一陣子 不是說 空總家打掃一次都五 六萬塊 所以不要送錢沒關係 義務打掃 對 也是一種存錢的方法對不對 對啊 好 就繼續來看一下 廠商製作過程出問題 品牌的商品差點毀於一旦 對 真的是 就是我們的品牌是Nana Magic 主要的商品是內著內衣 所以你看我們內 什麼都要布料對不對 女裝要布料 內著內衣也要布料 布料其實製作過程都一定要染色 其實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可能白色 米白色 它都是要染色的 對 有一批的黑色 我們在染色的過程 有一個過程叫 固定的固 對 這個過程如果沒做好 洗的時候就會褪色 然後就染到其他東西 對 這一批呢 兩千件的貨 兩千套 這個廠商 它就沒有做好這個過程 還好我們寄出以前都會先檢驗 結果一放到水裡 對 對 整批叫它收回去 對 這我一賣出去就完了 對啊 賣出去我的品牌就 對啊 對 所以整批收回去 還好因為我們合作滿久的 所以它二話不說就整批收回去 然後錢就退給我 好 這接下來要看到什麼 員工製作主張偷工減料 這是誰的故事 是我之前開火鍋店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湯頭都有一點 就是比例 就是大骨 蔬菜 然後要熬多久 要熬 對 後來是因為人開始變多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定要熬滿八個小時 它的骨汁跟蔬菜它才會融合 然後它的湯頭才會有那個層次 結果因為我每次進店裡 第一件事就是先喝那個湯頭 結果一次我喝 我覺得它是薄的 它沒有那個厚度跟那個層次味 對 後來一問就說 他們根本就沒有熬煮八小時 可是因為這個湯頭 沒有熬煮八小時 煮出來的那個肉啊什麼 我都會覺得是有差異的 我覺得這個品質這件事情 一定要很謹慎 那妳還要前一天不能喝太醉 不然妳隔天去試湯的時候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沒有 已經講了她常喝醉 可是就是感覺到至少要保持 敏銳的舌頭 沒有啊 我那時候不喝酒 我這兩年才開始喝酒 好… 是誰帶壞妳 是誰帶壞妳 好 接下來這兩車包子全回 一定是阿松 對啊 其實我這個 這一個故事跟他們一樣 我們那時候剛開始做包子的時候 我們是採用培育新的員工 我們除了發酵箱 專業發酵箱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你在常溫下面 對 然後這常溫發酵是要讓 所有的店員們熟悉 如果哪一天真的停電 或是你的發酵箱壞掉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發出 天然發酵的那個酵母的包子 結果我們那時候就是剛開店 我記得第三個月還第二個月 有一天就是我早上還沒有進去 就看到LINE裡面就回傳說 老闆…我們那個包子 有一整車包子發不起來 然後照片一拍過來看 那包子是扁的 然後呢 轉賣餅乾 轉賣餅乾也不錯 沒有啦 我們後來呢 我就問了一下我的合夥人 因為他是真正的師父 我就說那這樣的東西 我們還是可以蒸吧 他說要蒸也是可以蒸 我說那我們就把它拿去做成 所謂的這個 譬如說我去發送給流浪漢 或者是我發送給那個愛心機構 對 因為它裡面的線是好的 線是好的 對 我的合夥人就說這不行 因為這個東西是屬於 還是有 對 妳的品質嘛 因為他代表現實 對 妳的包子是有問題的 妳怎麼會給這些人知道 不管這些人是什麼樣的人 他還是我們的顧客 是 我就傻了 我說好 所以這一整車包子要丟掉 他說對 然後後來我就進去 然後傍晚我要出來工作的時候 又看到LINE 這一次是那個包子發過頭 它還沒蒸 看起來就像蒸的一樣 很大顆耶 很大顆 像米菇一樣 它這個一蒸出來之後 那個皮是容易破的 就很像水蒸蛋糕的皮一樣 它不像是包子皮 我就傻了 然後我最後突然想到 這兩車包子加起來是 一車就是1萬4 1萬5 我就直接問我的合夥人說 所以這 他說對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我們一天的營業額有多少 他說一天的營業額 就是都不扣掉的話 我們才剛開店 所以 一天有1萬多塊就不錯了 哇 真的 三天有1萬多塊 兩三天就這樣沒了 對 這商慾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 我的培養 那同學們在賺外快的過程 有沒有遇到什麼 失敗或荒謬的事情 有嗎 有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是做那個精品代購 我想說他看他做得不錯 我跟他一起做 他是那種開直播賣的那一種 有一次呢有一個客人 就在上面 就直接喊了一個4萬塊的包包 並且當下匯款 就傳那個匯款明細給我朋友 我朋友就有看到 而且客人也說他急著要那個包包 於是呢 我們就馬上寄出了 寄出之後 才發現說他那個 他根本就沒有匯 我們也沒有確認 你們那麼急 然後就把他寄出去 對 寄出去了 還好我們趕快去還沒有送出去 就是還在物流那邊 我們趕快去物流把它拿回來 還好 還好我寄出去的包包也是假 可以這樣欠錢嗎 啦啦 想這樣小心會被告喔 對 要小心 試乘包 還好啦 就還好 還好有救回來 還好有救回來 不然就我跟他一起賠那4萬塊 賠不起 賠一個包包 對啊 來 小宇 我也有做過就是 類似就是精品代購服飾銷那種工作 做這種工作最討厭就是 遇到瑕疵品和奧客 有一次就是我遇到一個客人 他跟我就是買了一雙 就是Gucci的那種經典款小白鞋 台客鞋 因為就是精品是高單價 所以我都會建議就是客人 就是用宅急便道服 或者是面膠 對 因為他住中南部 他就就是很想 就是覺得很懶 不想要跟我面膠 他就會一直叫我 就是用超商的電動 到店寄給他 然後就是這下好收到貨 就是因為那個外面那個紙箱 有個Key桿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要求就是要換貨 就是什麼不完整啊怎樣怎樣 是紙箱Key桿 這怎麼辦 只要顧客有這種要求 我們也遇過很誇張的顧客要求 這種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請店長出面 店長就會直接去跟他道歉 說對不起 問他說如果他要什麼樣做 他如果是換貨我們就換給他 我曾經遇過就是吃他買的包子 然後走離開店門口 然後過了不知道多久回來 跟我說 一點都不熱 我說怎麼可能 我們現真的 對啊 然後呢他說你自己摸一點都不熱 我手伸進去摸 而且每一顆包子都被他 然後我就問他說請問你是 到什麼時候才發現不熱 他說我走回家打開的時候 發現他都不熱 對啊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就多久時間了 對 他用走的 我哪知道他住哪裡 他走多遠走 20分鐘 10分鐘 5分鐘 這種天這麼冷 對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先跟他道歉 然後問他說如果這個包子他不喜歡 我要退他現金 還是他要拿新的包子 但是第二件事就是要跟他確認 他拿到手他是不是滿意 OK了 讓他離開 就沒有第二句話了 一定要確認到他滿意 確認到他滿意 我是說我們餐廳有那種 吃到一半 吃到一半 這個比較扯吧 有這種 吃到一半 就是我今天叫了一個一道一面 然後吃到一半完 他就跟我說不好意思你們這個 就是不合我胃口 他就其實這種很擺明的時候 對啊 擺明 他就是要 就跟我那個一樣 他吃飽完 他自己吃飽一半 不是 你可以走 但是我把你吹吐出來 沒有 沒有 那一次 哈姆立克 怎麼辦 這怎麼辦 對 那一次 就讓他走 那他們幾個人來 兩個 蛤 好壞 好 他這樣講代表說 你準備好要公布他的姓名了對不對 沒有 不是 因為像這種東西 因為是店家的現場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讓他引起還有其他 你讓他引起其他的騷動 我覺得會很麻煩 至少你很明白他的意圖的時候 你只能說好 那不好意思麻煩下次 你需要什麼口味 我們再幫你確認完之後 那 那個就是他 對 好 來 丹恩 我蠻久之前呢 做過一個很荒謬的表演 就是我要在一個很大的透明氣球裡面 然後 它是封起來的嘛 在裡面做表演 大概短短十幾分鐘 但是因為它這個氣球是封起來的 所以它裡面空氣量是有限的 所以 當然其實又不太夠 所以當你把裡面空氣吸完之後 你就會開始就會 流汗 有缺 有缺 對 那個時候我在 有一次在彩排的時候 我就差點就覺得 這 快受不了 對 快受不了了 後來真的演出的時候 我只能就是 有限的去呼吸 就是為了 就是因為製作 我跟製作單位想說 這個 我在裡面不能呼吸 但他們製作單位覺得說 這樣才有效果 所以我就想說 OK好 那我為了這六千塊 那時候也蠻久之前 為了這六千塊 我就忍著把這個表演 就把它演完 對 就是這樣 慢慢慢慢 他表演就越來越精進 他前一陣子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但是我來製作裡面 模仿王世堅 好 俊銘 我曾經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的 球鞋炒得非常的兇 就是Jordan系列的 所以我跟我朋友就想說 那不然我們來賺個外塊試試看 所以我們就合作 想說可以一起去排球鞋 一起賺大錢 再買更多的球鞋來 就是來翻就對了 對 後來發覺就是 理想很豐滿 但現實卻很骨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是學生 所以我們上課時間都有限 所以我們一直在炒排球鞋這件事情 又在炒那個球鞋其實單價 五千到八千到一萬二不等 所以每次又在討論 誰要出來墊錢這件事 等我們差不多賣了一個月之後 總收益差不多盡力是一萬塊錢 我們就在炒說誰付出比較多 誰做了什麼 誰先墊 誰先幹嘛 美後 美後 而且重點是我們前面還是朋友 所以有些話其實沒有講得很 很理性 對 所以變成後面就是 大家合作做生意 是不是有點要先小人後君子 一開始就要把話講得很明明 也不是小人就把規則講清楚啊 其實我有遇過類似這樣的狀況 我也吃了一個門櫃 因為我之前開過一個 運動教室跟街舞教室 後來也是 對 自己花了一些錢 大概一百多萬去裝潢啊 做啊 一個月會員大概兩百多 後來Partner就是 一開始就是跟你一起幹啊 可是後來他覺得 哇 應該要更快 應該要更快 開始走天了 最後我真的氣到整個家店送他們 就是一百多萬我就送你 我也不想幹 真的啊 老子就撤 真的 因為對我來講 你多餘的停留你只會去分說 開始計較東 計較你 那一下去曠日廢時 對 所以我寧願當下直接認清 我建議其實在創業前 有合夥關係的 該寫的合約 規範 用清楚 對 責任分配 該丟多少錢 這個都是要拿出來談 很重要 藝人創業壓力大 哪都想到都哭了 藝人創業其實真的比一般人辛苦 就賺錢可能是股東在一起分 可是有問題 名字絕對會 絕對會是只有我們出現在板面上 對 沒錯 真的 沒錯 我不是在說你嗎 我怎麼看到背上很多件 對 而且藝人要做要穿身 要很小心 可是這樣 根本就沒有這樣拉傷 對 而且我覺得你真的很冤枉 但是這一切過往的這個傷痕 用一個方法就可以把它全部擺平 好 來 金馬獎 耶 恭喜來了 總會有把錢拿來送給別人 就我投資他要我錢 但我沒有問股權 股份 雙標 什麼都沒有 他就說要需要多少錢 我就把錢匯進去給他 會給他了 天啊 就是我們跟他合作開個餐廳 人家說 我要成立一個餐飲公司 就 為什麼裡面五多名單從哪兒都沒有我 我就問他說怎麼會這樣 他說沒有啊 這樣比較方便 這樣比較方便 我們先做… 對 這樣比較方便 這樣時間比較快 這樣我們可以縮短流程 是不是 快…就趕快就可以賺到錢了 對… 這樣吃你比較方便 做誰畫素 好 我們來跟這些成功的事 稍微這個取經一下 你們有一些成功的小撇步 跟我們分享 小撇步 來… 瑋瑜你的事 我是從小就 創業就使用 唉唷 畢物業家父 太優秀了 沒有 其實跟我家父有很大關係 我家父本來就是在做長中心 我爸不是孫子 所以他會看很多古書 我會看很多歷史 小時候我喜歡上創業的時候 是因為我小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 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不是我有小三 小三 對 就是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賣 大家記不記得 有 我們賣同個年代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小三 我就發現到一個需求 好像全年級 就在養殘寶寶 我就開始啊 一顆軟 可能多少軟 一塊 小隻的三塊 中隻的五塊 大隻的十塊 然後商業自己就 反正硬需求嘛 大家都要做實驗 可是這不是跟合作社阿姨搶生意嗎 沒有 他沒有賣這些東西 他沒有賣 書局 外面書局 外面書局我就跟他批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做生意滿有趣的 後來其實真正到 進入到 開始職場在做生意的時候 我發現孫子兵法 它有五個字滿重要 叫 解釋一下 道是什麼 道就是你這整天公司的營運 我這樣講 創業 其實 對不對 道 道不是偷 不是 不一樣 對 偷別人 idea 不是 外面書局有 我也有 殘寶寶一隻五塊 一連五個字 後面全部都要五個字囉 來 我們先回家 潘潘潘潘潘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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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潘潘潘潘潘GER 對 真厲害 看來我還是滿年輕的嘛 好 來 潘潘潘要講的是 衰寒溪甜call的部分嗎 沒有 它的可以 我覺得我要 火鍋可以的 好 OK 不要以為藝人就能戰勝一起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藝人創業 其實真的比一般人辛苦 老實說 因為我們好像大家覺得出來 就是宣傳當然比較快 或什麼 可是其實我們背後 承受的壓力也會很大 因為很多問題 其實我有股東 大家都有股東 結果賺錢可能是 股東跟他一起分 可是有問題 沒錯 對 沒錯… 我不是在說你嗎 我怎麼看到面上很多件 我沒有指揮 不是 真的是真的很 對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有感 就是大家想要宣傳就會說 我們來合作 然後我在後面運作好一切 對 妳出來 妳出來亮相嘛 對不對 幫我曝席一下就好了 對 而且藝人要穿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有些時候像那時候我們 我那時候店其實全台灣 最多一定要開到50家 然後餐廳也開了5家 還有什麼2家 一堆一直有的沒的 可是當這些東西 有狀況出現的時候 這些攻擊反思過來的時候 其實對你藝人本質也會受到影響 就是開始人家覺得 你就是一個吸睛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 根本就沒有這樣把他想 而且我覺得你真的很冤枉 對 我在外面常常都幫你平反 我都內部都很不好講 對啊 這是不好講 但是這一切過往的這個傷痕 用一個方法就可以把它全部板平 來 金馬獎 金馬獎跟真的沒有關係 反正就反正就對啦 就是真的 因為你 因為你這次過程中就很多 你也不知道該不會去講 很無奈耶 對 你講出來有很多東西就是 反正就這樣 因為我後來其實我後來 反正我其實海外的店都還在做 但我 你會就這樣子 是有苦不知道怎麼講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不要 而且有時候藝人可能還沒創意 或真的很想要創意 你出來覺得我是藝人 我好像就會成功 對啊 所以藝人系心態可能也要調整 一定要調整 對 對不對 好 OK 了解了 在市場裡面就是 你該拼的時候就要拼 該吻的時候就要吻 這取決於說你個人的本金打銷 我以為自己舉例好了 就是說如果你本金一開始 只有大概10萬 這時候就拼的時候 因為跌倒的時候不痛 不要等到100萬的時候去跌倒 你在沒筆操作的時候 你必須把自己當作的機器 網購成功有祕訣 安心也被KIM哥給賣了 國大三創業嘛 這觀念我覺得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 所以我們的 銷售排行都是在前三名 這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 你看那個安心亞的那個 IG上面那個照片 你想說漂漂亮亮 都拍得很漂亮對不對 這樣 你以為安心亞本人真的這麼美嗎 對 真的… 你這樣都好看 恭喜來了 你在沒筆操作的時候 你必須把自己當作的機器 不能有任何的情緒 我昨天賠錢 跟這筆操作沒有關係 你不要因為你昨天賠錢 之後把今天本來 譬如說你預計賺1萬 可是我昨天賠1萬 你今天就賺2萬 你的策略就完全改變了 不要讓過去的失敗 去影響到你今天有可能的成功 對 沒筆操作就是隔開來去看 可以讓情緒蒙蔽的判斷 對 機器 好 我這邊要分享一下 就是到我大三創業嘛 大四的時候 雅虎購物中心就邀請我進去 所以我第一桶金 其實也是在這邊存到的 對 這觀念我覺得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 然後講白話一點就是 不要吝嗇花錢 該花的要花 然後視覺費該花的要花 然後我們選的模特兒 就是最美的 找的攝影師也是業界最貴的 對 後製美工也是非常的強 人家的美工一個月 可能薪資是2萬5 我們的美工一個月薪資 是4萬的這一種等級 對 所以就… 妳敢給高薪就會有那個確鮮 重賞 私下必有勇服 大家就比較敢衝 銷售排行都是在前三名 這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 妳看那個安心亞的那個 IG上面那個照片 妳想說漂漂亮亮 都拍得很漂亮對不對 那個專業相機 專業的人在那邊幫妳拍一拍 妳在那邊看半片這樣子 妳以為安心亞本人真的這麼美嗎 真的啦 妳是怎樣 就是要真的這麼美 才能夠拍得出來 對嘛 在越真實的鏡頭下面 才能夠捕捉妳最真實的美 對嘛 好好說法 就是也要不要為了省錢 然後比如說省相機錢或什麼 或是為了省錢不找攝影師或什麼 我都覺得對照片的質感都有差 是啊 她現在變得說你知道嗎 她的助理什麼都訓練… 訓練到自己可以當攝影師 去接Case了 真的啊 沒有啦 我那天看她在那邊調燈 我就覺得太專業了吧 她在新亞身邊很幸福啊 又有錢賺 又有技能可以學 對 真好 這對老闆來講也是很重要 你有東西可以交給別人 讓她成長啊 對不對 對… 滿厲害的… 你們有沒有曾經在人生的低點 真的非常非常低 然後想說我就放棄啊 之前常常 心情會有 但是不一定這麼做 而且還會在高鐵上大哭 在高鐵上面大哭嗎 哇 不是在台鐵喔 注意喔 是高鐵 而且還是商務艙 你們要哭 不是 你要在一個有尊嚴的哭 重要嗎 還是哭 重要是哭 來 說說看 那時候就是幫公司省錢 我都做一半的 有時候還做自由座 對啊 所以開始算成本你就會覺得 不想要花多花的錢 但是那時候真的很想放棄 因為其實會覺得 回去拍戲好了 但是什麼樣的力量堅持 讓妳繼續下去呢 就是有一個大哥 跟我說過一段話 我在創業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是都還是會有人來找拍戲 然後我常常會掛在嘴巴的一句話 我就會說 然後他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他說你有遇過公司沒有錢 或是說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當你有後路的時候 你永遠不會找到那個 就是使盡全力去想要解決這件事 你唯有跳出舒適圈 然後把你的後路砍掉 你才會知道你面臨這件事 是不是真心你喜歡的 你為了解決這個困難 你願不願情盡所能去做這件事 你能夠付出多少 對 就是不能夠讓自己有退路 過了那個橋之後 放一把火 啪 把它燒掉 你不用這麼的極端 也不用燒掉 是有點高級啦 也不用啦 就是不要一直 我覺得拍戲 我覺得大家 我覺得演戲真的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如果 你一直覺得說我大不了… 你永遠給自己一個藉口跟理由的時候 我覺得你永遠做不了一件事情 是 來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因為我做過幕後工作人員 然後我轉成配音員 然後我又去開包子店 對 其實我給大家的四個字 阿東買包子 可以這麼成功的四字決是什麼呢 來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因為我做過幕後工作人員 然後我轉成配音員 然後我又去開包子店 對 那其實我給大家的四個字 你看不管是哪一位他們講的 他們要做那件事之前 都很努力的去研究過了 然後要參與之前 也實際下去經營了 然後他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是交給別人處理 是自己跳出來第一線去解決 現在年輕人很多人創業 很喜歡做所謂的那個連鎖 我去加盟或幹嘛 其實加盟不是不行 但你有沒有想過 加盟之後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不要偷懶第一步就是 我跟我合我人要開一家分店 我們會騎著摩托車 選好地點之後 對 早上去旁邊的7-11買個東西 中午再去7-11買個東西 晚上再去7-11買個東西 觀察 你看那個數字 你就可以知道這邊的人流有多少 那個人流不是走過去 是真的停下來 走進去買的東西在走的人 對 對 這個東西就要花掉你一整天 沒事幹就這樣一整天 所以不要偷懶 你去加盟可以 那你有沒有想過 加盟之前是不是可以先去 他們連鎖體系下面先打個工 偷偷了解一下他的過程是什麼 他進貨怎麼樣 他的東西賣出怎麼樣 他遇到的一些客數問題是什麼 從0到1 從0到1 你先把自己做到0.3 做到0.5 再想要去做1 那你就會先成功一半 今天聽了這麼多建議之後 相信吸收良多 接下來就要看你們了好不好 新興行業賺大錢 今天要非常謝謝五位老闆 謝謝 謝謝 我們再次看 拜拜